2021年的脱口秀跨年已经落下帷幕 和去年一样 今年的跨年会也是热闹分成 好人员的李旦 请来了各界人士来当嘉宾 有奥运冠军杨倩 中国飞人苏炳天 游戏解说管泽源 在这一众嘉宾中 作为瞩目当属迪丽热巴 作为一线人气女神 她的参加让节目组赚足了眼球 开播前后也都以其为亮点大力宣传 无论是海报的C位 还是各大头版头条的焦点 似乎都集中在迪丽热巴身上 以至于很多人差点忘记 还有一位90后女星 参加了这场跨年 那就是金晨 都说一山不容二虎 但金晨和迪丽热巴却屡屡同框 同为90后女星 金晨为何屡给迪丽热巴作配呢 除了这次脱口秀跨年的同框 金晨还给迪丽热巴两度作配 一次是在2017年 迪丽热巴和张艺龙主演的喜剧电影 傲娇与偏见中 迪丽热巴扮演的是一位元气满满的北漂女作家 金晨则客串了一位白富美 另一重框则是在2021年 都市爱情剧《你是我的荣耀》中 迪丽热巴是当之无愧的大女主 金晨则客串了迪与途的前女友 因此 加上脱口秀跨年 金晨已是第三次给迪丽热巴作配了 其实这几年 金晨的演艺事业有所提升 却未拘泥于一种形态 她可以是隐秘而伟大理和李一峰搭气的女主角 也主演过北哲南原 了不起的女孩 但她同样会在《你是我的荣耀》 玉楼春中给其他花盾作配 金晨屡屡给迪丽热巴作配 一来 是她不注重番位 一直都是欢乐许及人的人设 二来 则有可能她和迪丽热巴在屡次合作后 关系匪浅 甘愿为之 每位演员的公司都有对应的规划 这点因人而异 在粉丝眼中 也许无所谓C位不C位 一番或二番 目光所在喜欢的人之处 便是中央 对此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